世界经典童话20篇 青鸟 古藤文 某个村子的郊区 住着贫穷的侨夫一家人 今天是圣诞夜 但是哥哥气气儿和妹妹敏气儿 没有圣诞礼物也没有蛋糕 两个人失望的要上床去睡觉时 突然出现一位有魔法的巫婆 请问这个家有青鸟吗 只有一只斑鸟 但它不是青涩的 那么你们能不能去找看看呢 若找到青鸟会变幸福哦 巫婆一边说 一边把一顶有钻石的帽子 戴在气气儿的头上 气气儿转了一下钻石 就展开寻找青鸟的旅程 最先到达的是回忆的国度 在那里有过世的爷爷和奶奶 哇 长大了呢 爷爷和奶奶看到这两位 高兴地拥抱起来 还有小时候就去世的弟弟妹妹也都靠了过来 只要你们想着我们 任何时间都可以见面哦 爷爷的鸟笼有一只青色的鸟 于是两兄妹得到了这只青鸟 但是一旦离开回忆的国度 这只鸟就会变成黑色 接着他们抵达的是夜的宫殿 里面有幽灵的房间 生病的房间 战争的房间 但在最后 梦的房间被打开 里面有数不清的青鸟 两兄妹抓了很多只青鸟 但是从房间出来 就全部都死掉了 然后他们又走进森林 这个森林有着会说话的树 但是这些树对于气气儿和爸爸很生气 因为他以前砍剁很多树 所以想要抓住气气儿 这时气气儿转动了帽子上的钻石 就从危机中逃了出来 接着来到了幸福花园 在那儿有很多胖胖的 穿着很漂亮的礼服 很幸福的在吃好吃的东西 但是当气气儿转动帽子上的钻石 这些人的衣服就会突然不见 变着光溜溜的逃走 即使看起来很幸福 但那不是真正的幸福 就在这个时候 在不同颜色的美丽花朵间 来了好多小朋友 并对着两兄妹说 我们是你们家里的幸福哦 咦 我们家也有幸福吗 有的 我是健康的幸福 我是好空气的幸福 晴空的幸福 夕阳的幸福 长得和妈妈很像的女人 也走了过来说 我是爱孩子的幸福 切切尔和米切尔很想妈妈 但在这个长途旅程中 累坏的两兄妹 默默就睡着了 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青色的鸟 早安 起床了 听到妈妈的声音 两兄妹都醒了过来 发现这是家里的床 是爸爸和妈妈都在的 最温暖的家 转过头去看了鸟笼 斑鸠的羽毛颜色 变成了青色的了 气气尔大声的说 你看是青鸟耶 青鸟在我们家 是的 幸福的青鸟 就在身边不远的地方 故事讲完